屯門的這個小區 距離市中心有十幾分鐘路程 這裡既沒有豪宅 亦沒有名店 感覺舒民 但在後階 有一間高級鴻媽咖舍 竟然旺到4月才有預訂 店內只有一張吧桌 每晚只招呼10至12人 師傅的笑容雖然有點疲倦 但當中有一種不是人人可以有的幸福 叫一生圓命 試問有多少人 可以一世人都為自己所愛的事業全程投入呢 師傅早年已經在尖沙咀區開設日本料理 後悲再度 可惜2015年結業 屯門店重開 不少熟客都聞風而至 新店不做壽司 只做割烹 相比起其他日本料理 割烹在本地可以說是佔少數 寿司よりも割烹料理の方が やっぱり勉強 使用する時間 一人前になるまでの年数が かかると思います 寿司屋さんとかに比べたらね 寿司屋とか天ぷら なんか寿司屋って 寿司…寿司だけでしょ 天ぷらやったら天ぷらだけ 寿司屋とか天ぷらとか揚げ物もあって みんなカバー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 全部覚えるにはやっぱり時間がかかると思います 私的に考えたら 最低でも10年 一人前になるまでかかると思いますから 師傅是橫斌人 19歳去東京学藝 作割烹就要周身都張張利 而背後貫穿各種和食的精神 就是季節感 鮮活程度肉眼都看得到 白紙和雪乳用來作鍋物 好像將冬天的精華融化在口中 食的時候蘸些酸汁 感覺更活潑 安康魚乾的油潤 冬天節体會得到 配上辣蘿蔔用 多了一份清爽 肥美的鮮魚 竟燒烤後香氣大大提升 絲魚也充滿油香 喜之刺Kinky 更是冬天食材中的主角 師傅特地手羅手釣 魚身完美無瑕 煮法不止坊間多數用來燒 浸煮後魚肉非常滑溜酸甜平衡 但師傅做了這麼久 有沒有曾經厭倦呢 每年每年同樣做的事 食材是A和B 現在沒有做的事 但如果這個和這個合適 可以做到什麼 我會考慮一下 我會想到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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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道天婦羅 就是師傅創意的最佳示範 海淡蝦、點抹茶鹽 或者海鹽都很美味 沙甸魚和紫蘇葉原來可以金甲 除了醇味和創意外 割烹還有重要的一環就是刀工 有的作用 刀工的感覺 割的 刀工的 割的 割的 努力 割的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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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魚的樣子也不太好 如果用魚刀的樣子也不太好 所以用魚刀的用法是很重要的 用魚刀的用法是很重要的 刀可以說得上是師傅雙手的現身 好廚師必定加以愛惜 磨刀是師傅持續幾十年的習慣 可以說是日本人所說一生圓名的寫照 而背後的原動力其實很簡單 如果客人來買到時 說好吃的,謝謝 或者說出來 那是師傅做的 好玩樂 嬉しい 有些東西 嗯